游览完榆木寨的古墓群 我就沿着步道前往寨子的北大门三阳关 三阳关是坐落在悬崖绝壁之上 是从基头沟进入榆木寨的第一道关口 也是最为显要的一道关口 我是从寨顶出发 经过一层层梯田 一座座古民居 这里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 美丽又迷人 一座古色古香的老民居 这座房子我在2021年来的时候 是住着一位老妇人 但是现在门已经锁上了 也不知道这位老妇人还是否健在 你看这窗上还是一些非常精致的雕花 两年前我来的时候啊 几乎全部都是种着稻谷 但是这一次呢却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部改成烟叶了 哇 这个窟好大耶 可惜烂掉了 现在整条邻间小道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非常的幽静 哇 只是一路上都有蚊子伴随啊 在耳边嗡嗡的响 我两年前来的时候呢 虽然走的是同一条路 但是当时的这条路呢 两边的草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这么高 但这一次来啊 你看 真的是杂草丛生啊 从上面的六级堂出发去到三阳关 然后再回来的话呢 大概时间是需要 三个小时 如果说中途你还需要再多休息一下的话呢 可能就需要四个小时 这个草多到已经有点看不到路了 这里有一个滑坡 山里的石头都已经露出来了 你看这里的泥呢 全部都是滑落下去了 形成了一个小的缺口 现在是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这边的阶梯就是接这边了 其实这条阶梯小道呢 是整个榆木寨啊 最古老的一条路 这条石阶小道啊 是可以贯穿整个榆木寨 一直通到外面的榆木新村 就是停车的那个地方 这条路呢 可以说是相对比较直的 但是呢 它由于啊 又上又下 又上又下 所以呢 就显得更加的难走 而外面这条稍微大一点的路呢 虽然要的弯比较多 但是呢 它相对啊 比较平 理论上来说呢 这两条路都可以通到三阳关 只是走这边的阶梯啊 会相对直一点 快一点 你看这边还堆放着很多垃圾啊 环境保护 任重道远啊 这一路上都看到有很多 已经被荒废的民居 可能就是主员呢 平时回来呢 管理一下农田 就会使用一下这个房子 从这一段阶梯下来之后呢 又回到这样的小路 我在两年前呢 是从这边下来的 你看这条路现在已经是 杂草丛生 草比人还高了 这条路恐怕 不好走 好 那就往这边 继续往下走 从这边下来又是一个分叉路 一边是阶梯 一边是可以通三轮车的 但是这条路呢 很显阳呢 已经很久没有人走过了 这条阶梯小道呢 看来啊 最近还是有人走 好 不过只是要小心一点 其实三阳关呢 离寨顶大概也就是四五公里 说远呢 也不算远 但是真正走起来呢 却需要三四个小时 因为这里啊 全部都是 往下的阶梯 等一下上来呢 就会 非常的辛苦 这下面也有一座老民居 你顺便下来看一下 这座房子啊 也是半旧半新 两边是新的 中间是老的 也是大门紧闭 锁着 门外呢 是挂着很多 玉米 这一串串的 继续赶路 这一段阶梯啊 就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长了很多苔藓 看样子啊 会很滑 好 这下面是有一个分岔路 这两条路啊 都可以通到下面的318国道 但是往左边呢 才是到三阳关 当然从右边下去的话呢 去到下面的318国道 然后从那边 要路过来 也是可以通到三阳关 但是呢 要走很长的路 那我就直接往左边走 在这边呢 是有一面山壁 是被凿了很多条石出来 你看那边呢 还有凿石的一些口子 就是就地取材 用来镶嵌这条路 又到了几处荒废的民居 哇 里面垃圾成堆 这间呢 原先呢 是坐过客栈 哇 前路到处都是草啊 啊 还好 还可以看到路 这里有一块水泥板塌下来了 这里原先呢 是有一整排石头建筑 就是用来养猪 养鸡鸭家禽类的 这里后面呢 还有一座古老的民居 就是这样一条阶梯啊 通往这座房子 但是房子已经快被植被啊 给覆盖住了 又重新还给大自然了 现在去到三阳关呢 大概就只有几分钟了 现在开始这个坡啊 就更陡了 已经可以看到三阳关卡门了 就是在这个位置 好多来游玩的人呢 都是随手扔垃圾 树上还挂着塑料袋 这里就是三阳关卡门了 雄骑险峻吧 在古代啊 只要守寨的人呢 把这个门一堵 就是一夫当关 万夫没开了 我在两年前来的时候啊 这周边还没有那么多杂草 景象也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这是一个关口 同时也是一条 非常陡的阶梯啊 哇 这里面好失怀啊 从这个卡门出来之后呢 就是一条 枝字形的天梯了 两边是峡谷幽深 站在这个位置来回首一下这座卡门 很难想象啊 在古代呢 没有大型的机器 是如何来去搬运这些巨大的条石 还修建了一座这么好的寨门 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啊 是有多么的辛苦 这里简直啊 就像是绝壁天路一样 走到这边呢 就更加的危险了 你看 这边的路呢 是贴着崖壁修下去的 这里好高啊 起码有几十米啊 我感觉这一段路呢 完全是靠这棵大树顶着 这几步阶梯啊 都有点略微的向这边倾斜了 这底下就是几十米高的悬崖了 好惊险啊 这边确实是靠这棵树拖着 这里每一集梯子都非常的窄 所以呢 我只能是横着下来 这一面石壁上是刻着三阳关三个大字 给大家看一下这条梯子的底部 简直可以被称为绝壁天梯了 它是用一根根啊 横插在这个山壁当中的横梁 再铺上两层 一层竖的 一层横的作为阶梯 站在这个位置啊 依稀可以看到下面的318果道 那么从这条枝字形的阶梯一直往下面走呢 就可以通到那条318果道 关于三阳关有多种解释和传说 在悬崖之下有条河 当地人叫做鸡头沟 也有人叫巴仁河 是说由河沿岸绝壁下的巴仁崖居而得名 过去全都是青石板路 现在崖壁下面通了宽阔的公路 这就是著名的318果道 河上有座公路桥叫鸡头沟大桥 在桥头有一条很陡的山路通向绝壁 这就是到三阳关的古道 也是从北边进入榆木寨的必经之路 三阳关很险 险到什么程度呢 能飞沿走壁的山阳也很难经过这里 所以当地也有山阳关一说 又说三阳关欲为天地人三观 能过这三观者视为人杰 才能直打古寨 还有一说就是以前的马吐斯攻打榆木寨 攻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攻下来 因此三阳关被叫做三日关 后来觉得三日不顺就改名为三阳 三阳关就由此而来 无论是哪种传说或者解释 都说明了三阳关的艰险 其实这上面三阳关这三个大字是后来刻的 最早刻的是这边的 你看刻的比较普通 还有这边呢 有四个字 三圆极地 那么在这旁边还有一条 更加陡的阶梯 恐怕在修这条阶梯之前呢 人们就是通过这条阶梯 往上面爬 那这个简直就太恐怖了 说它是垂直的都不过分 真的 这些是几天啊 词词 可以 字幕认词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